好 又出現了消費糾紛 這是知名的 伊士邦健康俱樂部被會員控訴說 在沒有告知的情況之下 就擅自把公司移轉由另外一家公司來經營 不但是終身會員的權益被取消了 月費也和以前大不同 而會員非常氣憤的是 兩家公司其實都是統一集團來經營的 但是用左手賣給右手的方式 讓會員的權益受損了 阿嬤想來俱樂部運動 沒想到卻撲了個空 只好背著包包 氣沖沖離開 明明就不是修管日 伊士邦卻以喝春酒為由宣布修管一天 難道早就知道會員會來抗議嗎 會員控訴當初就是看中伊士邦背後 是統一集團 才會繳交12萬入會費和18萬元的保證金 加入終身會員 但今年年初 俱樂部改由統一集團旗下另外一家子公司接手 而這一萬不但會員不是終身制 新約和就約的月費也大不同 上百位會員控訴俱樂部根本是邊向要錢 我們是希望履行合約精神 不然的話我們是相信他品牌 我們這麼卑微的跟他訴求 他完全都沒有 沒關係啊但是你還是要讓我們還是要繼續 漲價要合理啊 從頭到尾就是統一超商的子公司 左手換右手來坑殺所有的會員 我們會按照合約的精神來做退費 包括剛剛提到的保證金權額還有盧會費的產值 都是用月餐值來算每個月每個月來算 所以這個會跟會員做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個退費 不只被抗議變向要錢 而醫師幫拒絕70歲以上人士入會 也被抨擊對長青族有歧視 消保官將介入協調 不會讓付錢的民眾當冤大頭 中間新聞洪婉禎 陳一斑台北報導